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继续讲行政管理的相关理论 今天来讲组织理论 组织理论就是相对的 讲行政管理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当中 起的主导作用 任何人都不在讨论公共管理问题 都不能离避行政管理问题 就是怎么能够在行政管理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有效率 更加有效 效率高 更加的有效率 而且更加高效 高效运转 从而能够完成公共管理活动 那么这是公共管理组织的 我们就需要了解公共组织理论 那么行政组织与行政环境 我们首先搞清楚它这个关系 环境是它组织运转的一个大背景 那么这个组织是在环境当中的 一个行政管理的一个主体 那么它的之间 这个行政组织是行政管理的主体 载体 就是谁来管 管什么 向什么方向去 那么它与行政环境之间存在同样的辩证关系 第一是由于环境的需要而产生 就是它这个环境的需求而产生的 第二点是这个行政组织必须要适应行政环境 第三点呢 行政环境的发展变化 导致行政组织的发展变化 就是这个行政组织必须要根据行政环境的发展变化 而相应的调整自己的发生变化 而且呢 行政组织呢 不仅它要适应行政环境 而且行政组织它对这个行政环境呢 也有一定的相反的一个 也有一个反作力的这么一个能动作用 那么环境呢 就这么几种 有这么几种的这个因素 你看 我们来看 首先呢 这就是说 有这种 首先是自然因素 地理自然的自然因素 而也就是社会环境因素 就比如说经济 科技发展的影响因素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社会文化因素 就是文化因素 对 就是社会文化传统的因素 地理自然环境 这个就是 这就是对这个行政 公共行政主体的一个影响 你比如说英国 我们举例的 比如说英国 它是这个环境的 对吧 英国 英国 我们仔细看的地图 它实际上对这个 跟欧洲其他国家 有很大的朋友 就是比较较大的国家 一般很多国家都在欧洲大陆上 但英国是孤悬海外 是吧 英伦三岛 在其他国家 比如说挪威啊 你看它也是个半岛 但它还是属于跟欧洲大陆 基本上是连着的 就是北欧地球还连着 但英国它基本上跟 欧洲大陆它孤悬海外 是吧 它孤悬海外 英国的地理环境 跟啥 跟日本有点相似是吧 英国日本这个双湖 就是欧亚大陆双湖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地理自然环境 对英国的行政管理 和英国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 这可以作为一个思考 可以思考一下 还有中东的产油国家 对行政管理 什么的特点 是吧 中东的产油 中东的哪些产油国家呢 就是基本上那些石油富国 是吧 卡特尔 沙特 科威特 科威特 还有什么 什么阿联酋 这都是什么 中东产油的这些国家 中东的 基本上那些国家 阿拉伯国家 海外国家都产油 是吧 还有地缘政治 对行政组组组 可避免的影响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因为地缘政治是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地形 环境 你的地理位置 地形环境 周边的国家 周边的邻国 和大国势力关系对比 对你的这个 所在的国家 或者某一地区的 有什么一定的影响 有什么影响 比如我们可以分析 比如说地缘政治的这个结构 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 在中东过去 地区是怎么样 在东南亚 地区是怎么样 是吧 这都可以 这都是一个分析 你的环境 那环境就有自然环境 也有一个就是说 一般是非人为的 就是自然环境 就是天生的环境 一种是人为的环境 人为的环境当中 你就可能 跟社会环境 经济技术发展 有关系 对吧 你比如说经济怎么样 你的经济基础如何 经济基础一个国家 和一个地区 经济基础如何 经济基础 你是富还是穷 是不是 你的这个贫富程度如何 你这个财富的丰沛程度如何 是吧 这都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情况 你的经济发展 是依托至自然经济 还是计划经济 还是市场经济 不同的这个经济体制的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 讲的讲的 不会太太仔细 太仔细 这个怎么 这个怎么会让它下去呢 嗯 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怎么 这下去了 刚才 还有社会文化传统 社会文化传统 不同地区 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 对人们 不同的地区的人的观念影响 也不同 我们说 一方水土三方人 不仅你有自然环境 还有你的经济社会结构 还有一个地方的 不同的文化传统吧 当然从我们管一种文化传统 也是跟人 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地理结构 各方面的 人就是人为的结构 和天生的结构 天生的一种条件 地理形式啊 历史条件啊 特定的历史地理半程 这一种产物 但是它也会对这个 也有一些 也有时候 它会呈现不同的一种特点 比如说跨文化管理 比较管理学 那不同地区的这个文化 社会文化 宗教 民族 各方面千差万别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不同社会的跨船 比如说我们举个 几个变量 权力距离 权力的差距 哪些国家倡导 个人主义 哪些国家地区 它比较推崇 集体主义 它的一个做事 做事的一些事 以长期导向 还是短期导向 是做事情 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有确定性 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还是就是 有确定性的规避 还是没有确定性的规避 就是走到哪算哪 而且社会性别的角色 这些 全12个国家地区 五种文化导向特质 1995年 这是人家做出的特点 你比如说 你看哪些国家的权力距离 比较大 哪个国家的权力距离 比较大 是吧 权力距离比较小的是哪些国家 是吧 委内瑞拉看比较小 这还 这有一些 除了一些主要的大国 还有一些比较小一点国家 比美瑞拉 还有是吧 还有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 你看美国就是第一 美国最推崇个人主义 是吧 美国是最统 然后英国是第三名 美英都比较推崇 个人主义 男性化的特征 日本你看第一 是男性化特征 第一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他都要托出的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 长期导向 这些 这每个国家的一些特点 你看第二位是长期导向 长期导向 可香港是第二 这香港地区是第二 对吧 世界的本来这个文化 就从这个文化人类想象 就是多元化 世界就是多元文化 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 过大的权力距离 容易导致消去后果 就是 就是如果说权力距离过大 对那么造成国民 对行政管理很冷漠 就是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反正就是都是你们管 我反正是一届平民吧 对吧 这个好理解 清官期待心理 清官期待心理 就是老百姓老学 什么时候能产生清官呀 对不对 就是等靠要的思想 总学生 没有现在的民主法治观念 没有现在的民主法治观念 只是想着期待成为一个圣 除了一个清官 而且呢是官北位 是官本位盛行 是吧 这在你看在中国国内啊 国内外 不仅是中国啊 中国在也有 这个官本位的一个思想 不同地区 不同程度存在 国外可能也有啊 也有 这个本来是官员呀 社会管理所应该是人民的公图啊 但是就是啊 因为分析思想啊 还有些过去的皇天思想影响 他成了 成了 对不对 成了官本位了 官本位 而且就是逆来顺手 老百姓 冷漠麻木 逆来顺手 民性权威啊 公共政策的这种变迁啊 我看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变迁 各种变迁 会让原有的社会系统失去平衡 对这个行政组织重新冲击 行政组织也将阻挡或者适应这种 就是他这个社会变迁 一个社会他整体 这个动乃是万物的常态 社会同样如此 社会属于人的集合体验 再不断的变迁 变迁当中 就是可能以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一个社会属性 以后再随着慢慢的发展的过程 不适应就是你比如说发展的一定程度 这个分建的 分建社会的那种社会结构 就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慢慢的资本家他们也要求是吧 他们资本家工商人的这个利益壮大 需要也需要他们也在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像我们看到法国的英国公民革命 法国大革命前夕 前后的这个 是吧 以后资本家商人 资本家这个就慢慢登上历史 在分建思想的那一套东西 慢慢就被卷入历史的垃圾堆里 因为就是新的 因为分建 资本主义社会 比起分建社会就有先进性 就像过去古代 分建社会替代农历社会一样 都有这么一个不动的一个社会 就变迁 它的社会 不管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 它社会的发展 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向高级来发展 尽管它都是以这个发展 从简单向低级 简单向复杂 向低级向高级 不可能它是以前是高级复杂 状态向越发展越 越落后了 越发展越低级了 是不是 就是你觉得人类社会是 原始社会 或者说能备状态 然后接下来是 然后是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分建社会 奴隶社会分建 奴隶社会分建社会 资本奴隶社会 在以后就要发展 是吧 等等等等 国际环境 世界一个国家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一些关系 经济相互关系 国际环境 对各国的行政组织 影响也很大 世界各国行政组织 规制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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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规制型组织 就一个专业化分工 工作指标化 和工作人员统一化 首先有个分工 再一个就是工作 你要有具体的指标来衡量 再一个工作人员统一化 就比如说专业的 行政管理的队伍吧 因为时间跟我们讲的 不会太细了 因为内容比较多 你比如说专业化 分工 对吧 这好理解 分工指标化 每个他确定的工作数量 质量 时间 工作人员统一化 文化水平 技能水平 身体素质 等等 这个秩序化 秩序化 他公共组织 他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价值指标 就是要维持一定 按照一定的秩序 他一定的秩序的一个 作为一个 他的运转的标准 所以他这个秩序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相当各部分 他都要各安其位 各安其政 还有一个就是非人情化 这就是跟现在理念的 公平平等 对组织内部都是一样的 要非人情化 不能变成一个 就是中国人情社会的 现在要 他非人情化 具体从现在来讲 就公开选拔 标准化的职位 设计工作程序 公开有效的业绩标准 和有效的监控 也讲过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选拔来说 公开 透明 然后呢 考核呢 有标准化 有一定具体的标准业 业绩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他的这个监控 平时的工作 他这个绩效 有一定监控 而且工作的好 有讲 工作的不好 有罚 嗯 讲罚分明 来第四点 就是非随意性啊 一切的要刻出意图 就是感性的 随意性的这种 施政和管理 而要对有一切 要按照既定的规则 和程序进行啊 就进行规则 权力制衡 权力的行使 要使得严格的制衡 不能使得某一方 某一人的权力 去非常的壮大 最后呢 毫无制约 啊 这样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啊 管理权以所有权的分别啊 管理权只是 比如说你是代为管理某个职责 但是这个不是说白了 不是你家的东西啊 因为你在政府里工作 政府机关进行行政管理 你是你是受到人民的受到啊 人民的怎么或者说选拔 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 然后经过一定的任免程序 你在行使这个 但是这个是属于公权 你所行使的权力属于一个公器 不是你的私器啊 属于不是你的私器 所以他必须得要进行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要管理权所有权的分离啊 不能把它权力不能私有啊 权力私有你就干啥了 你权谋私了 是不是 还有就是规制型的行政组织的结构啊 几种常见 直线部门 知能部门 直线也知能啊 直线部门的特点啊 就是直线呢 就是一就是一条线啊 从上下就是这一条线的这种 知能部门呢 你比如说就是总到分的这种关系 直线也就叫啥 直线与这个直能制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矛盾啊 你比如说错位 那主要的原因 你比如说手掌 毕竟他是人不是神嘛 手掌知识有限 只能更多的依赖 职能部门 他比如总到分 他以后一个总的手掌 底下有不同的部门 分管不同的机构 有不同的事务 他只能 具体他了解某一方面事务 他的精力 只能依托更多的职能部门 而且他还要委托职能部门啊 办理啊 精力啊 知识啊 专业知识 比如说市长 他肯定比较一个市政府里 有很多的职能部门 市长不可能所有的事件 势必公清 他肯定要 比如说教育的事情 让教育部门去处理 财政的问题 让财政部门去处理 对不对 然后你比如说 招商的时候 让招商的部门去处理 有卫生的事务啊 卫生事务 就是让卫生 公共卫生部门去处理 还有正职复职啊 每个职位上他就正职复职啊 正的就是一把手 复职的一般来说 正职一般是一个啊 一般来说具有单一性 复职可能有 可能有两个三个 甚至更多个啊 都有可能 他作为一个 管理层次的复职啊 你看正职复职的结构 你看有些正职 这复职有分这几个 比如说一个正的处长 或者说是正的什么 什么长吧 厂长或者什么院长啊 复职一个管理财务的 一个复职管理人士的 财务就是管钱的 人士就管人的 还有一个后勤的 就管供应的 是不是啊 这种 这是正职 或者是正职复职 还有助理啊 有一种叫助理啊 助理一般比复职 稍微要低一点啊 但是也属于正职的 一种补充 有不同的结构啊 有一种 你看有的复职 直接每个复职 有自己的财务人士后勤 有的结构就属于这样啊 正职复职啊 你看 这属于正职 底下有什么三个 然后跟这个 复职和助理 实际上不分管这财务 人士后勤 是吧 排译中 你比如说正职 正职和助理中间管人士 正职和助理中间管人士 然后呢 助理财务和后勤呢 也就是正职来管理 所以这个复职 有的这个复职 并没有说 有负责的具体的 有管理事项 不同的啊 这个复职呢 就是既不能失职 也不能越权啊 这个复职难当啊 复职难当 就是复职呢 有的时候 怎么说呢 这个在如何处理自己的权力边界 职参边界中 也是比较难用的啊 也是比较难用的 复职究竟要需要几个复职啊 这要根据不同的一个公共管理活动 进行一定的那个什么 要进行一定的一个设计啊 这个东西 这没有一个普遍的这个规律 就主要是要你管理有效 怎么样管理有效 管理高效 不影响你是公共事务 最后实施效果好 就证明这个啊 在位置上设置上还是可以啊 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增多了以后 可能复职的太多了 复职太多 有的单位一个正职中间 十几个复职 那这种复职之间 有的时候就出现是啥 他职责权力不清楚 互相或者是抢权 或者是互相的都不管啊 造成了极不管的一种 或者有的时候权力职责重结 所以对这个职责的 复职的管理和协调 就成为正直的一个繁重的工作啊 正直啊 复职难当 民间所说的是不是啊 就是人们俗法 您当机头不做奉执 设立复职啊 这个东西 各个单位不一样 有些效果 有些单位可在设计 正直复制 这些协调的配合都比较好 有些可能就是差强人意啊 有些差强人意 嗯 这个包括公司里也是啊 公司里 企业里 也有一些经理 有副经理 是吧 啊 就是有的时候 这搞得不好的话啊 出现一些问题 容易多出现的 不负责任的 一个行为 出来的几个 对不对 乱事证 有些人不负责任 乱事证 再一个就是 按人情关系办事 啊 然后公务中谋求私利 这就是以权谋私嘛 所以要建立 完善的公共部门 公开制度 办事规则 政策 法律 依据都得公开 办事机构 权限公开 程序和办事实现的公权啊 这个就是 目的是要制止黑幕交易 不能有这种啊 黑箱操作 黑幕交易 再一个就是缩短 公职员的办事实现 也是方便群众啊 提高行政效率 密切行政组织与组织服务对象的关系啊 就建立一种好的干群关系啊 不要就是把政府机构啊 或者公共组织部门和啊 他所服务的老百姓之间就两层皮分开了啊 现在公共组织的一些实践比较常见的一个返环界调啊 中央机关界调 下级单位监督评价上级部门 除了上级单位考核下级 下级还监督评价上级部门 对不对 还有守问责之后啊 还公释放 公开啊 热炉规则的运用 预先警告 及时性啊 客观与公平 那热炉 热炉规则的运用啊 热炉规则的运用 就是什么事情 他有个预警啊 有一个预警 预警及时处理及时 客观公平 建立有效控制机制 提高违规的成本 要有一定的有效的监督 要有效啊 不监督无效 经过这个比如说寻常 我们发现无效的监督的话 就肯定要 要重新要搞 其他的有效的监督进去啊 否则这个监督 基本上形同虚设 然后进行考核 程序制度上互相制衡 行政三分访 行政决策 行政执行 行政监督的三分之啊 深圳已经开始实行了 美国官僚政治啊 这是威尔逊的一个结果 是吧 他这个认为公共组织 公共行为和公共程度的可预测性 会直接影响组织的效率和管理的复杂程度 是加州大学 詹姆斯维尔逊的美国官僚政治 政府机构的行为 其动因 这件事说的啊 他这个抠览行为啊 还有这个可观测性和抠览之间 因为工作人员可能在行政组织 公共机构当中 经常也有偷懒行为啊 包括有的时候不负责任啊 减少努力啊 就稍稍偷点懒啊 但是这个频率和幅度是各个地方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要差异取决于机构中工作员 付出与程度的可观测性啊 各个观测性 他的付出和程度的可观测性 方面要是强的话 可能对这个偷懒行为啊 就会相对的来说和预测性 如果你这个要是他的付出与成果啊 你就说句实话 你付出的没有什么可考核的话 那他可能在这 他会钻政府的 钻这个制度的漏洞啊 而且政府管理机构 比其他公共 比私人企业复杂不多 嗯 比复杂 为什么管理机构 其他公共远比管理企业复杂不多 通常情况下 企业机构比公共组织 观测性大得多 企业机构比公共组织 机构和实际组织啊 也就企业就是创造利用的这种 生产组织吧 他好容易一些 因为他的驱动针 他的驱动指标就是创造效应 所以他各个部门考核的时候 就主要以这个绩效 你考核 你这完成的利润如何 对不对 各个部门都和分化利润 但是政府公共组织织 你说他的绩效不是一个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生产了多少成果 而是他的一个 有几种来考核 有说连 连 还有效 连结是否连结 是否有效 连效 只有有好多这个几个考核 因为他不是制造产生利润的部门 产生利润的部门 所以他的部门框 他政府最主要的一个 首先要高 首先要连结 连结 然后还有高效 还有高效 但是他是本身不生产这个什么 不生产这个社会效应 不生产 不生产生产价值 不生产利润 他的付出与成果之间关系不确定性 造成公共组织 以前任组织成果 比企业组织的成果 更难以 更难以确定 是吧 更难以确定 这增加了这个公共组织 与行政组织的管理的复杂性 行政机构管理的组成的 他的机构管理追求 是美国成人的付出成 构成的组织成果 希望能够控制 是美国成人的付出 但是成员的工作 他不在主管的视线之内 他也缺乏灭在表现形式 他不好考核 不好量化 而且需要比较深奥的专业技术 所以这个可观测性 也就不一样 也就可观测性 可预测性 有难度比较高 不同机构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 全员缺少有效手段来取得预期成果 缺少搜集有关成果信息 为什么不以观测成果 是吧 成果本人受本人付出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且还有一定的滞后性 是吧 所以这个可观测性 应该变成一个啥 就要有一种 就是人们好操作性的 好有一种标准来参考 而且人类有一定的好操作性的组织 那比如说 我们就把这个组织分为生产性机构 程序性机构 公益性应付性机构 就是对公共机构的这种 生产性机构就是相对来说 就像企业很容易预测到 你比如邮政税务部门 符合这种特征 邮政税务部门容易考核 程序性机构 程序性机构的这个 就是只能观测到付出 不能观测到成果的机构 只能看到下属在做什么 但看不出这个努力能有什么 你比如有些事业单位就是这个 但是也有些事业单位 你比如科研单位 你还是能看到科研成果而上 是吧 但是有些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机构 有的时候你在短期内 你也不好看的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教育机构 教育程序 它就长期的在这投入 但是它 教育最后投入的效果 因为教育它是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你可能你短期可能看到 这两年的升学率怎么样 但长期在这个地方的教育事业 搞得怎么样 它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为多 公益性机构 公益性机构 你比如说 还有应付性机构 既不能观测到付出 又不能观测到成果 的这种 主管能做事情 一般是一种 这种就有的时候 一种怎么说呢 有些企业机构 也有些务须部门 你比如说 导致有些什么 什么延正的 什么 这个有很多的 有一些这个部门 有一些这个部门 有些你很难考核 有些部门 真的是你很难考核 在这政府部门中 有些有些一个相对来说 它搞的一些成果 它那个技巧 你很难得考核它 它做的一些什么东西 也有 一些可能误需的一些部门 也有 这个就很难把握了 但是它又需要这种部门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 公共组织 都很难是单纯的 某种类型 综合性是最常见的 就是综合性 同一个组织内部 有呈现不同类型的特征 任何组织特征 也不是不同 不一成不变 类型特征 随着变化因素的影响 也会发生变化 对不同类型的组织 要采取不同的管理 与用则对策 对同一个组织 也要考虑多方面的 中复姻缘 公职员 政府官员 普遍得到社会的承认 和公众的信任 所以他们的总体素质 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但是 你要是认为 就是威尔逊的说 如果就此认为 政府公职员 是彻头彻尾的 彻头彻尾的利息主 只谋求最大私利就错了 这就是以前经纪人 假设的机构管理方面的 是吧 但是呢 对他们也要有一定的监督 他们这些人 其实是应有一定的 社会文化水平 但是你就把他们认为 他们都是 怎么说呢 有一种就两种倾向 一种就认为的 这都是一些利己主义者 都是一些贪污的 这些人 都有些他们就是 这可能也未必准确 但是你就说 他们都一个个 虽然是文化程度 高于一般的人 但是他们的工作当中 就没有失误 或者有没有存在私利的行为 可能 可能也存在 你把它想的太好也不行 把它想的太不好也不行 所以这个两种倾向 他们其实就是 工作当中 社会工作当中的 一个普通的一个职业 跟其他任何职业当中 他有好的有不好的 有好的部门 有不好的部门 同一个部门里 有好的人 有不好的人 整体就是看这个 分析和具体条件 来说 成果的 这个成果 我们看思考题 成果能够说明 这个组织成员的 努力程度吗 对吧 那就看一下大样本 你有多少样本 样本是否具有这个典型性 你的样本是否具有准确性 概率怎么样 是吧 这个东西都很难说 另一部型的机构 既不能观察到付出 又不能观察到成果 主管能做的事情有限 一般都是开环 开环的这个控制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任何组织 这个好像刚才讲过了 这个讲过了 行为科学呢 对行政组织的影响 我们今天这个太吵 协作组织 历史最悠久的就是 行为科学 Behavioral Science 对行政组织 对人类组织 最有久远的组织 就是家庭组织 我们现在讲的太多了 血缘为基础 家庭组织就是血缘为基础 感情为纽带 因为亲属家庭 一方面是血缘为基础 血亲一方面就是婚姻为基础 殷勤 这都属于家庭 家族的成果 人情多于乏理 协作主要 家庭组织 多于主要是 人情多于乏理 自觉认同 多于合同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家族的 传统习俗 花旗店 成员有强烈认同 所以说 组织有强大的意义 那个 协作的强大的凝聚力 是吧 这比较 协作组织根据就是合同 大家通过合同 可能没有关系的人 协作意愿 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 这几方面组成的 明确每个组织 它就是以合同构成的 一个组成的组织 不像家庭组织 它只会以血液为你的 情感色彩 这个都好理解 营造家庭气氛 是组织情感 是吧 人类学当中 两种社会组织 你比如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一些这个 相对来说就是 还保留在部落发展形态的社会 你就用部落 一个企业 部落就是什么 部落主要就是血源 血源或者婚姻 组成的一个部落 一个climb 或者一个就是说 与英卿组成的部落联盟 与企业 企业就是这 企业就是大家以合同当中 以合同为载体 然后大家有 约束大家彼此 权利与无关系 大家集合人 人财务集合到一起 主要要创造利润的 这就是企业 企业与组织的相似性 企业与部落的相似性 是不是 他们主要是相作要有个合作信任 旨在要建立合作信任关系 对不对 要建立成员认同 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 周朝是以家族式管理 周天下 周天子 周天子底下大分诸侯嘛 以家族周 周朝 建子家族式管理 巩固他的天下的政权 日本企业呢 他很多日本企业有个特点 一个就是他家族企业比较多 再一个他终身不拥啊 这种是日本企业的一个特点啊 日本企业他有 所以他一般来说 你在一个企业 你长期共用慢慢的 你可能对这个也产生了亲近感和亲人感 是吧 你比如你在一个企业 你想你工作50年 这个企业肯定跟五年的企业都不一样 所以日积美 日益美级学者 威廉大内就等级之家族 是和类型理论 组织内存在 对组织进行管理组织的三种 一种市场机制就是价格啊 用价格追求利益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组成有效的协作 另一种层级制就是 等级成员根据这个上级 对自己安好事例 就是Hierarchy啊 等级结构 自愿接受对自己行为检查层级 对吧 还有一种就是家族 只将在对拥有共同文化的组织 组织中的绝大政 拥有共同价值观 在实现共同目标方法 共同的看法 这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啊 这个就是这么三种啊 如何组织内对组织管理控制 一种就是以利益为在法 就是市场制 存级制 这就是等级制 还有一个家族制啊 你说 嗯 这个都有一个 他们之间都有内部的 也有中间不是说完全相同的啊 有中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每个地方的程度不一样 Z型组织呢 大内提出了 现代工业家族 就这些彻底的同化过程 长期稳定和成分单一的组织成员 有个这个 他的特征 考评少升千万 比较稳定啊 含蓄非正式的控制 不是那么赤裸裸的控制啊 以他可能隐藏在家庭的这种血脉啊 我们家庭的这种 温馨的这种环境氛围下的一种 对你引擎的控制 整体观念 亲情氛围是吧 集体决策 个人承担责任 而一些非正式组织啊 一般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 他非正式组织 比如老乡会 或者说一个某某什么俱乐部啊 他有利于正式组织 但是也有不利于正式组织的一面啊 比如说非正式组织当中的 是吧 一个什么生产小组 或者一个什么俱乐部 他可能在某一些地方啊 他们可能经常在一起切磋 凝聚力比正式组织更强 但是他有时候也可能就是 形成自己的小圈体 小群体啊 跟这个认识组织出现背离 所以不能只靠非正式组织 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 要把提高凝聚力 作为正式组织的任务啊 要明确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公司的区别啊 公 什么是公 什么是私 什么是正式 什么是非正式啊 什么是民事 什么是 什么是潜在的啊 对非正式组织啊 对非正式组织啊 是要把它调动 它的条例上作用 那么现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 对规制性的组织的批评呢 就是主要是 行政组织 他有本身有不断扩张的本能啊 行政组织 你比如说 对于行政机构 他就是希望 多设置一些机构 组织部门 这样的话 人与儿就会 文职人员也会增长 更多的工作岗位 行政组织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 一个什么问题 设立一个专门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什么办公室啊 或者是专门设立 比如说 设立一个什么部门 专门处理 比如说 军人转业 对 军人转业 对 对 对 一个什么 机构 是不是 那就以后又一个新的部门 或者我们说一个 处理某一方面 一个企业的什么问题 又处理一个机构 那就是人 人员 其实问题未必解决得了 但是组织 就是组织人员结构 肯定比以前更膨胀 是吧 人员膨胀了 需要更多的 招纳更多的工作 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他处理的人多了 管理人多了 权力就更多了 规模大了 职位多了 权力多了 利益也就多了 工作可以自动膨胀 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 所以这个工作实际上 他具有很大的弹性 有的可能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能干完 也可能两三天 三四天都干不完 但是这个帕金森的时间定理 就是他实际上 这个工作跟所需的人 几乎无关 但是任何官员 都喜欢增加自己下属 不喜欢增加自己竞争对手 他说自己的部署越多 下属越多 自己的势力增长 是吧 所以你看帕金森描述的人员 增加的过程 具体的三种 一种是增 像上司辞职 自己觉得负担 要求上司增派一人 你去工作 是吧 要求增加两枚下去 这就一下增加了很多 就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或者B只是承担 原来有A承担的组织 由于需要与C结交 还需要向A 所以B的工作 并不会以前的A 但是B也有充足理由 向A提出过去同样的要求 所以这个 你看一个职位 在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从这两种情况 三种 四种情况下 你看 从一个职位 变成七个职位 但是大家的工作 可怕并不轻松 因为首先人员增加了 你要给他配备下属 是吧 配备下属 人员增加了 那就人与人 真是关系当中 相处当中 也是增加工作量 因为你比较报告的环节 就多了 所以公职人员协调 这个主要公职员 主要是协调 除了他就具体的行政事务 还有协调上下级的关系 同期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人数越多 这个东西关系 就呈现几何几个 是的 数的增长 几何数的增长 你看现在人员增加了 他的工作增加情况 七个官员从事 以前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七个人都忙于 而且很静止 但是A比以前更忙碌的 因为啥呢 以前一个人一篇写完文章 就写完了公文 结果现在呢 他要在每个人 七个人 每个人周路上 转上一圈 最好定到A手里定多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是得 你得转上几次 六七次是不是 这样的话 工作环境多了 这个协调关系 还要关注他们 各种人和问题 所以这些 他的工作量 就成几何备注的增加 这就帕金森工作增加 所以机构公门 他的规律就是 效率与人员越多 效率越低 这就是叫啥 人浮于世 就是机构膨胀 拥有 人越多 其实他的效率越低 机构历史越长 人员素质越差 对不对 因为很有根据一个 人性的一个假设 就是没有人会选择 明显比自己优秀的人 做的 否则会会威胁到 自己的职位 对吧 他一般所找的 他都基本上就是 武大郎开建一桌 不如一个 他找的自己的部署 基本上都是属于 比自己差 明显比自己差的人 这样他才用起来放心 对不对 他发现这个人 各方面业务上 各方面业务上 比自己能 能力比自己强 年龄他比自己轻 那他就用起来 觉得很危险 对吧 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 是吧 还有呢 你看 这个机构成员谋求 晋升的一个原理 一个人呢 他每个人都需要 都需要那个晋升 都有人都有晋升的 一个本能 是冲动 所以他直到 要爬到什么程度 就明显自己力不胜任 力所不齐的职位 除了没有达到这个时候 他始终他都希望 自己不断的高升 但是到到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就是 但是位置 上面的位置又很少 很多人可能到 一方位置 有的人可能到了 一定的位置 可能通过各种的机遇 他达到一定位置 他发现自己实际上 也是力不从心 是力不胜任 还也就是组织机构 复杂化 这都是组织理论 你看看 对照自己的单位 自己的企业 无论是一位企业 生产性企业来说 还是管理性的 公共组织 政府公共 都有这个规律 现在就有个组织机构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高度专业 也不标准化 然后部门 与职位不断增加 当然就用人单位 和这个用人岗位也增多了 增多了 人员关系更多了 更多了以后 就需要协定的关系 复杂了 需要建立的信息渠道 也很指数性上升了 这样行政首长的负担 又更重了 本来以前 比如说以前管五个人 现在变成五十个人 你想想 他的负担重得懂 而且集权现象 就更加突出了 因为他的权大了 从个人管理到五十个人 是吧 还会出现官多兵少 头大 身子轻 身子小 是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行政组织 到了一定程度 扩插速度低于人 官多兵少 官多兵少 就是很多人都 净身上去了 结果好多人 很多人净身上去了 结果很 就是造成 净身上去的人很多 结果底下的基层的人少 这就属于官多兵少 头大 身子小的 道金子塔结构 就像一个学术单位的 教授度精神上的 副教授 最次也会有五个教授 然后十五个副教授 然后剩下 讲师到啥了 讲师结果 讲师只有五个 这就是教授 副教授 你夹起来都是二十个 然后呢 剩下 底下的讲师助教 讲师五个 副教授五个 这就是头大身子轻啊 对刀子金子塔结构的特点啊 就是人员不稳定嘛 这是刀子的行政组织 就是他的组织现有关系的结构 稳定呢 对组织效率和成果的漠不关心啊 就是他的结构不合理 所以这些人的 对他这个组织效率成果漠不关 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这个权力之争更加激烈 众多的领导职务 使职务精神成为理所当然的啊 就是大家觉着到了位置 到了时间就可以精神 所以减弱了对这个激励组织 对规制性行政组织 规模越大分工越小 组织成员呢 就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啊 迫使创造 丧失创造性 共性 过多规章条文束缚 他的主动性 程序化的协作交通啊 能力低下是吧 我们今天这一项讲的太多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都嗓子都讲不动了 大家看缺乏弹性啊 效率低下行政组织啊 是因为讲的这个 也讲的太多了啊 这一章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案例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 我给大家这个呈现 大家看一看啊 自己去思考思考 下一次我们去讲 第四讲领导与战略啊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及时订阅啊 转发点赞与评论啊 喜欢的话啊 大家 各位 再见啊 再见 再见